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葱烧豆腐 我现在就把豆腐改改刀 我们用的是卤水的老豆腐 这个味道好啊 对 你看我怎么改刀 这里头 一刀 大片啊 两刀 完了就是大片 一刀 两刀 这稍微厚一点啊 你这是啊 对啊 我的锅油啊 在煎呢 对 连煎再炸出来啊 对了 这个大葱 这个段呢 把芯给它拿出来 然后改两刀 哎 加点油 先炸葱油是吧 先炸葱油 好 也炭热了 葱油吃光不出来 炸到这种程度就行了啊 喝太老啊 哎 把这个葱给它捞出来 葱会油分开啊 对 葱油分离啊 油温呢 你看 有点忘想切腰了啊 这就是下 油就够吧 这够了 先炸个勺子啊 看有没有 转动大手 东西再动 再转 哎 好 这样不斩底啊 对 炸了十分钟 看有没有 已经上色了啊 炸葱的葱油 啊 葱再搅进去 炸一下 葱油 葱油 啊 葱油 酱油 料酒 花椒啊 花椒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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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层啊 啤啤味道 豆腐下来吃 我是安静点老的传统的做法做的 来 实在给我演示 开始不够啊 看 好点是吧 把这个汁给它过动 到这种程度就行了 来点葱油 四面搁进去 放一会儿炒 炒饭 炒了 炒饭 这有味儿 这有伞儿 白鸡és 什么 看 还有 cı肌梨 多沙 吃着就是那么细味 就是这么味道浓 看里边 看这个豆腐 模糊眼的 是吧 风波眼的 这个豆腐一定要炸到一定的时候连接再炸 它炸干之后能够吸收汤汁 这你看吸收多饱满 对呀 再加这个葱油 一定要炸到一定的程度 葱香味一定要浓郁 很浓啊 这些 这就是东北加强的风味 北方大菜的风范 我们在这个接待外宾的时候 你像东南亚 日本 就要吃这儿的菜 就要吃这儿的菜 欧洲是吧 欧洲不行 接待一些国家领导人 他都认可 葱烧豆腐啊 葱烧豆腐 就这么做啊 我们从来葱烧木耳 葱烧海参 葱烧豆腐 都非常好 今天是在家里的这么简单做 国宴是比的更精致一些 在家里方用面 所以他们就出了 这个国宴的时候 我们的微微边 对对对 这好看 这个是呀 又是个下饭碗 下饭碗 走 每日烟火气 现在 老远机 下饭了 下饭了 下饭了